尾盘升幅收敛 中场以29.709对一美元作收 升值4.1分 黄月娇的报道 这一团体共同声明 为指责日元级扁政策 日元终于开盘重回走扁格局 日元对美元扁破94元价位 盘元跟进走软 在1080到1082卷附近盘整 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则逆势走扬 会议人士指出 台股开盘上涨 外资汇入与出口商泡汇 加上韩元在台湾春节廉价期间大升 新台币开盘补升 中午占收29.651 升值9.9分 误盘后进一步升货29.6元价位 来到29.591元 静阳1.599 在日元区别格局不变下 台并升幅逐渐少变 两行业党为盘顺势足升 中场新台币以29.709分 苏rt鲜台 由于是天下户以3.75元价位 在台湾通会继续 占ió词 南京春节廉价位 1.501 上岁 5.121元价位 解禁止 震惑 别 tv 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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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